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澳門的輕軌孖角站在8號已經通車 大家都試錯過爽言一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站名孖角兩個字 看上去都頗帥 但感覺上又好像有點怪怪 又覺得應該可以更漂亮 總之感覺好像不知怎樣 謎底終於在昨晚解開了 我們千千萬萬的網民簡直眼光銳利 還有很多時間去抄資料 而這兩個字疑似抄字 中國古代三名很出名書畫家的墨寶 再將它們組合在一起 其實是組合字 怪之怪怪的 這件事原來是澳門藝術家 也是書法老師的凝月莫稀世發現 學生傳來圖片 說馬國站字體組件終於集齊 包括大王、米南宮、玉田生和東坡 還提供圖片 其中馬國的媽字、女字旁 可能出自王羲之、林中堯、千字文 作品裏的女字 大家看到嗎? 就是中間那個 馬字出自北宋書畫家、米忽 作品裏其中一個馬字 用兩個書畫家的字組合成為媽字 至於各字可能都是組合字 各字上面的門字 可能出自宋朝、蘇東坡的獲見帖 至於裡面的各字 可能出自明朝畫家瀋舟 這個各字 組合成為媽國站的各字 凝月說設計者還是用心 雖然雜字之舉 即組合 古人早已有知 不少書畫展都以雜字的方式做題字 只要一旦運用不當 就會因為結字和風格問題 而顯得特額 變成設計的問題 其實設計的問題 本來都是書法的問題 我讀得書少 不懂得多字 看過媽字 感覺有點怪怪的 發覺明顯是把兩個獨立的字放在一起 因為女字零射大隻 馬字又大隻 各字還好 如果直觀點比較 我讀得書少 就好像美女整個容 你看她的樣子 好像挺漂亮 但總是有些說不出的怪怪的 例如鼻直了一點 眼線又直了一點 臉有點硬硬的 總之線條有些不多自然和流暢 網民似乎不太埋單 有些網民留言 用兩個單體字合同一個字 在外國也未必做得出 有網民說 一方面說要推動文創 但又不用澳門的書法家去提字 有網民說 沒有taste 不過說分兩頭說 如果覺得有問題 就有問題 覺得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我們市民去搭車 又不是去輕軌站看書發展 澳門的輕軌站名 用古代書畫家的組合字 至於我們去香港 經常搭港鐵時 都會發現 長身有大幅用無筆字寫成的車站名稱 原來這些字是真人寫的 不是組合字 亦不是出自王希之之手 原來墨寶出自港鐵退休建築師 勾結堂之手 他當年為了減輕乘客等車時的壓迫感 於是建議用書法治粉飾月台 時至今日 無筆字已經成為港鐵月台的生蕭牌 以及旅客打卡的必到景點之一 所以大家搭港鐵或來澳門搭輕軌 可以留意一下 好 在集體到正在的照片之前 記得訂閱Online和商量出來 我們下集見